Lio聊世紀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我們保加利亞對上義大利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由MBL對上中國第一高手Yo 那兩邊都是非常非常厲害的玩家 在天氣上面也常常看到他們 就是在前10米或前50米都會看到他們 職業比賽中也是更常看到他們出場 好那我們稍微來講解一下 紅方 紅方是保加利亞 那保加利亞這個文明最特別的是他的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保加利亞騎兵他的效果是當他的騎兵倒地之後 他的騎兵上的那個人還會站起來變成步兵 然後繼續尻 然後攻擊力還是非常非常高 雖然血量少了一點 但是他就是變成一個喪屍騎兵的概念 倒地之後還可以再戰10年 好那再來就是他的民兵系的那個科技線 都是免費升級的 像裝甲步兵啊 或者是雙手劍兵啊 劍勇啊 全部都是這個免費升級的 但是他有個大缺點喔 他的缺點就是 欸 我要怎麼講呢 他的缺點是沒有這個劍勇 我剛剛有講說劍勇喔 不好意思 他的這個升級只能到雙手步兵 不能到劍勇 所以他的步兵來說到後期 是有點小小遺憾的 那為什麼不給他劍勇呢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他有個金冠 叫做血液 這個血液的能力呢 就是可以讓這個雙手劍兵喔 近戰防禦加5 他這個雙手劍兵 近戰防禦這麼高的情況下喔 對方歧視喔 遊俠之類的 一些近戰單位喔 就非常非常難打贏這個保加利亞的步兵喔 但是這個血液的 研發也是蠻貴的 所以一般來說不太會點到這個能力 那最主要保加利亞還有一個能力就是 他的馬凳 那馬凳是他的銀罐喔 城堡實在就可以研發了 那馬凳的能力是 騎兵攻擊速度加33合陣 所以保加利亞玩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或者是打肉麻 或是重裝騎士都可以的 但我覺得保加利亞還是打這個 保加利亞騎士會比較好 因為打這個重裝騎士的話 除了沒特色以外 並不能像保加利亞騎兵一樣 再戰 就是倒地之後還站起來 這個相對能力會稍微弱一點 那順帶一提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血液喔 雖然這個雙手劍兵的步兵防禦會加5 但是這個血液上的能力 是讓保加利亞騎兵 倒地之後的步兵 是吃不到這個能力的喔 這個是稍微小小的一個細節 好 那再來講他一個特殊能力 就是可以精造銀類 銀類是只要城堡一半左右的資源 就可以蓋下這個銀類 那他的傷害其實跟城堡差不多的 而且造價便宜 然後血量跟城堡稍微差了一點 大概差了一兩千滴的樣子 那他可以變成一個小型劍塔使用 那再來前期的進攻喔 城堡的進攻 寶推來說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因為他其實如果以造 寶推這個戰術來講的話 保加利亞可能會更適合 比起法蘭克來說的話 因為法蘭克的城堡是很便宜的 但是我覺得以寶推這個戰術 單純來講的話 寶加利亞是更有優勢一點的 因為成本更低 好 那我們稍微來講義大利 義大利的話 最主要能力是每個時代升級喔 這個都有打折 升級時代的時候費用 會減這個15%的效果 那再來就是他的寶兵 是勒納亞奴兵 勒納亞奴兵的話 打馬 打遊俠啊 或者是打一些駱駝 或是駱馬 或是這個額外傷害 就是一個遠距離的擊兵的概念 傷害非常非常高 而且他除了打騎兵之外 還可以點這個巨盾喔 那巨盾是他的銀貫科技 城堡時代就可以點了 那點下去之後 攻兵護甲 進遠防都會加一 所以義大利來說算是比較 偏萬人型的喔 他的奴兵可以打騎兵 也可以打步兵 也可以打封兵喔 攻兵的話他有這個防護上的優勢 所以也算不錯的 雖然手短了一點 那稍微再講一下他的火藥 那義大利的火藥是有八折的 火藥單位都有八折的費用 減免 因為打火槍兵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再來就是他有個特殊單位 傭兵 傭兵這個單位是跑得很快的步兵喔 那他本身造價 雖然小小貴了一點喔 比這個雙手 劍兵啊或是劍友來說 多了十五斤 但是他本身跑得快 而且也不用升級喔 這是一個極戰力 當你需要一個極戰力步兵的時候 出這個傭兵就是非常非常好用 那義大利來說的話 三種能力 三種兵種都可以用 步兵 攻兵 跟騎兵 都可以完美升級到最高的防禦狀態 那不像保加利亞 還有三級防刺沒有的 這攻兵的三級防 好 那再來要講一下 義大利有個特殊能力喔 就是這個 他的 大血阿 這個科技費用 是減3%的 所以他在城堡時代 點這個彈道血喔 會比較好點一點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 沒有經濟加成的一個文明 所以他大部分的特殊能力 就是一個減免費用的一個效果 這邊打棒棒然後騷擾到了一些 一些村民喔 但是刺喔被換掉了 好 那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 這場比賽的地圖講解吧 那這張地圖喔 是阿拉伯 紅方的話 是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的話 前面的金礦在前面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通常地圖比較差的情況下 有一些高手們 他們打法都是強軍士 直接爆一堆兵壓出去 讓自己的金礦比較安全的 能挖掘 不然就是插這個 瞭望塔 劍塔 做一個助手的一個動作 可以插這裡阿這裡阿 這些高地都可以插 或是這個地方 但這裡一定是不會插的 因為這裡只有果子 果子吃完就沒事了 好那這邊直接進來 出面拿出拳套直接開扁 好這邊我們有這個活動的 特殊的這個 這個模組 這個步兵長得不太一樣 還帶了一個像運具的東西 好那中甲步兵升級好之後 殺傷力非常非常強大 村民打中甲步兵有點痛喔 兩邊都被打到頭破血流 但是這邊長槍兵過來 回頭會被收掉 哎呀倒了 那這邊開始出一些刺猴 要來反擊對方中甲步兵 但是刺猴的攻擊力是少一點的喔 攻擊只有5 那中甲步兵是6 而且防護力的話 雖然刺猴是2啦 但步兵是1 但這邊有村民上的優勢 直接繞人圍毆 那自己只損失了一隻刺猴 算是解的還可以的一個打法 因為通常打中的步兵 還是會打這個工兵的 那保加利亞MBL 是選擇打這個刺猴 好那這邊 喔已經13片田了 蠻多的耶 你們看這邊其實田不會那麼多 所以MBL這邊 時間上撒田來說是撒得非常非常早 幫自己田馬上就補齊 該要有的肉量 要來支撐自己出這個刺猴的一個 經濟量喔 不然這邊可能會斷村 因為農田一早的話 要保持出這個刺猴是有點困難的 那如果刺猴出這麼多的情況下的話 有可能會點這個一工一房 或是這個品種 那就來看一下MBL會怎麼打 好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那我們這邊過來看一下 這邊並沒有 欸 打破了 進去直接開砍 但是這邊有兩隻村民直接反擊 原來跑不掉了 村民直接反擊 打掉一隻刺猴 結果後面援軍過來 逼走兩隻刺猴 只能撤退 村民又抓到一隻落單女村民 但是這裡有長王兵 哇直接送走了他 哇 MBL這邊拿下兩村非常非常的猛 雖然右這邊防守 意識已經非常非常好 連這邊就村民打爆 馬上用村民反擊 這件事情也是相當不容易的 這個判斷能力非常好 既然跑不掉就直接輸出 然後趕快繞自己長王兵過來防守 好那這邊工兵過來 還有長王兵 那怎麼可以直接走進去呢 這邊走進去好像有點困難喔 這邊有這個城 有這個TC在喔 然後這裡又圍了一個房子 這裡走進來的話 受箭矢的面積實在太近了 所以還是能繞個路 好那這邊MBL的刺猴越來越多 看來下面有幾隻工兵 加一隻長王兵在下面防守 看來這邊MBL是沒有打算要去理 右這邊的部隊的喔 可能會下個射箭場 然後出個戰矛 稍微來反擊一下而已 那還是 唉唷哇這邊大量的刺猴被戳掉啦 哇他自己沒有控好 哇背又有一個反將一軍 然後這邊繞了幾隻刺猴過來防守 但是只殺掉了一隻長槍兵 但是工兵數量還有三隻 這隻長槍兵收掉之後 那兩隻刺猴應該是可以打掉 唉唷這邊直接上完硬 打是不是怪怪的 好像又沒控好了 哇刺猴已經全數送光啦 兩邊KD只都是13 但是保加利亞這邊是有領先一村的優勢喔 多殺一村 好那這邊點下了品種 這個刺猴出這麼多就是要出品種 不點品種怪怪的 媽 結果這邊又居然還偷掉了一村啊 哇這邊四隻工兵 居然就可以這樣輕輕鬆脫掉一村 是蠻不容易的 好那這邊大量刺猴直接上來硬砍 品種硬好之後直接無双開砍 這邊想要圍個房子 這邊來不及圍 那這個圍這個房子是要 阻擋這個工兵的去弱的 好更多的長殺兵過來解 但是解不太掉 這邊刺猴非常非常大量 而且都是有品種的一個刺猴喔 血量是不太好打的 但是這邊又已經點下了城堡時代 但保加利亞則是點下了這個輪走 並沒有要來上這個城堡時代了 他也有意識到自己刺猴出太多了 不太可能這時候再點城堡時代 但應該是有意識到 右這邊已經是點城堡了 那如果這邊刺猴要繼續輸出的話 家裡又趕快蓋這個箭塔喔 不然這個金礦真的是不能挖 哇這邊挖死是不是也要被抓到了 但這邊好像又來 哇靠插劍塔這麼兇啊 好那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直接有努兵的一個佑 哇這邊殺傷力非常非常強 已經拿掉了非常多村 拿到五村了 那前面的金礦全部是死去都被封印住了 大量刺猴後面想要來抓村民 好像有抓到 但這裡有一隻騎士過來直接砍 但這裡有一隻劍塔喔 劍塔只要村民進去之後 打騎士還是有張開 哇靠 這邊大量刺猴直接進來 巴比庫後面的墓區 墓區後面的村民直接原地倒地 哇瞬間燒大火啊 後面直接壓了起來了 怎麼辦怎麼辦 這個還能收嗎 再收個兩吋有沒有可以 好像可以再一吋一吋 再打一下就可以了 哇這邊 MBL 這個突襲戰術非常非常好啊 好那這邊劍塔蓋起來之後 收掉兩吋 那這裡還有村民也在裡面跑不掉 有可能要趕快要趕快 滴這個木槍快跑了 目前MBL直接一個大攻擊 封建打城堡 強軍室開戰 但是家裡 這邊是有補下一個劍塔防守 這邊熔田跟木區的 那這邊奴兵也稍微被解掉一點 好那這邊好像已經瞞不過來了 有一些兵開始往前送了 這邊控制不過來喔 太多兵要控了 好那這邊 這邊還是沒有劍塔 但是我非常大量吃的 衝了出來 要來直接解中間這一坨長槍兵 但還有奴兵的攻擊 哇 這邊長槍兵沒有第一時間反擊 所以導致 導致非常多的長槍兵 卻也沒有解掉任何一隻弱馬 第一隻弱馬 反而是由奴兵解掉的 哇 這邊當然只解掉兩隻刺猴啊 哇 不得了啊 這邊戰術打法非常精銳 直接強刺猴 反擊的打法 好那這邊 這邊還要繼續前壓嗎 哇靠 這裡還繼續再插了一個瞭望塔 連續前壓 但是這邊有這個奴兵喔 有奴兵在的話 這個有點難插喔 因為這個距離太近了 是在這個奴兵的射程範圍內的 那這邊可能要趕快到幾隻戰毛出來防守 不然這個奴兵可以輕鬆解掉對手的戰毛 好那這邊有隻手在戰崗 我們家裡這邊的蛙 木頭村民全部倒地了 因為這裡沒有低木牆 所以這裡面村民應該是全死了 那目前村民宿 MBL4有稍微領先喔 封建時代50村 義大利這邊是40村 但是城堡時代 封建打城堡 但是MBL不慌不忙 直接慢慢補下來自己的經濟 也快要點城堡了 但是這邊已經開始停馬了 終究還是要打城堡了 不然這個赤猴打到底 哇這邊沒有空好 直接被戳掉了 他也直接回頭打 我的天 好好好 現在可以啦 好啦可以啦 好但是又這邊 又經濟有點慘 趕快補下3TC之後 然後把所有的兵往外送 再加椅子靠TC防守 那還是要用這個奴兵跟騎士喔 去做騷擾 但是MBL早已準備好 箭塔超好 兩邊都有個箭塔 而且是半個蓮華塔 這邊騎士這個鷹塔的話 算是射不到 好那這邊趕快收穿 進這個料王塔裡面防守 但這邊有雙劍塔的關係 其實是沒辦法太囂張的喔 還是要撤退一下 好那這邊收穿 收穿之後 那下面這邊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但這邊可能會打出個破洞來喔 這邊要稍微小心一點 但問題不大 好正面的話 雙劍塔已經騎好了 但是MBL已經點下了城堡石彈 又反而是選擇要蓋下了工程性製造所 看來是要來強攻一下 這邊把這個主金拿回來 不然被這個MBL 一直挖這個黃金 他心裡也不好吐啊 哇自己的黃金居然這樣 直接被挖走了 好那這邊劍塔3根在家裡 守得還算不錯 但我覺得蠻奇怪的 因為我這邊都已經知道 他這裡有劍塔了 那Chai還是把兵往下派喔 並沒有往上面 然後再往左邊這邊跑 然後再強迫MBL這邊 再插一個劍塔 發點資源再防守這樣子 嗯 這一點就蠻特別的 也有可能是他覺得這邊覺得說 他這裡有劍塔 他肯定是村民會繼續挖這邊的木頭 可能想要等他挖出個洞來 或直接用弓兵直接在這個劍塔的射程下面 直接射也是有可能 那我也不太確定 每個人的想法可能就太一樣 好 那這邊戰毛 又撤退了喔 騎士再輸出 要跑一下比較好 右邊的話 哇這邊還偷偷吃野味啊 偷吃 偷打煉 偷吃鹿肉 那這邊森綠也照好了 森綠開始撿這個遺跡 目前是又有一個遺跡上的小小的優勢的 現在撿了一個 地圖上還有4顆 那這邊巴加利亞也快要到了城堡時代 哇家裡出了這麼多肉馬 九隻肉馬直接出去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要怎麼打 那這邊頭子車出來之後開閘 看一下正面這邊進攻 大量騎士上來貼 想要來阻止蓋這個中期製造所 但是村民直接進去搜穿 跑到了這個料望塔裡面 那這邊還有頭子車後面有村民在修里 而且有幾隻的奴兵在這邊站崗 原地輸出 反制對方肉馬 但這個不要妄想 但有一些肉馬過來 直接想來硬拆工程器 在工程器的血量非常非常多 好像來不及拆掉 有機會嗎 哇 插兩刀 好 但是大量的騎士 直接上來過來防守 但看到情況不對 還是點後撤 那這邊衝車過來 大家上投資車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拆得掉這個劍塔呢 哇 倒地 衝車倒了 但是劍塔也倒了 這邊頭車很重要 看誰操控得好 這邊走位 踢一下地板 哎呦 踢到啦 哇 直接收掉了對上的頭石車 那這邊騎士直接硬上 想要來直接拆這個頭石器 但這個頭石車好像也難跑 哇 如果還是順利的讓 又這邊解掉了這個頭石車了 好 我們再補下修道院 修道院的話 都想騎士 反制騎士就是比較重要一點 看一下右邊 右邊鹿還在吃 那吃這個鹿肉 就可以補下一些經濟 那這邊右 村民開始反超MBL MBL村民數只有55村 兩邊村民數差距約10村左右 那這邊肉馬也算為輕騎兵了 輕騎兵出來之後 抗壓能力就更好一點了 血量來到了80滴血 一滴血以快樂的概念 那攻擊力也有8攻 感覺還不錯 接下來打這個村民 也是綽綽有餘的 但是打這個奴兵跟騎士 還是比較難打一點 那這邊村民應該是遭到了 一隻騎士沒有問題 但是第二隻怎麼辦呢 兩隻騎士接過來 喔 這邊直接壓城堡 壓城堡想要來把這塊主巾給要回來 有機會嗎 但我一定要過來一起集結火力 才有機會搶得下來 大量肉馬會直接硬上僧侶嗎 但僧侶是直接招投石車 太狠了 他居然還點 燒響工程器的科技阿 哇 鬼佑真是 每次都出一些怪招了 打了對手 防不勝反 因為那招 那個科技是蠻貴的 我記得要475金吧 哇 點這個 發了靠 帝王時代一半左右的金 去點這個蠻不容易的 好 那這邊 中間蓋完城堡之後 看起來 MBL 我覺得自己 中間弓箭這塊區 應該是沒救了 直接大軍撤退 這邊直接踢地板 沒砸到 這邊 又還是後撤一下 這邊有預判他一個B字型喔 別 哇靠 MBL投車太狠了 他完美預判兩次耶 他知道他會B 然後他B字型 B字陣型 所以他會變成左邊一隊 右邊一隊 踢到這個位置 然後再回頭 然後再B一次 然後又踢到一次 哇 這個操作 就算學了兩輩子 我肯定學不太學了 這個要預看他那時候B 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好 這邊招牆 直接把自己的騎士給滴掉 那右這邊 稍微有點劣勢喔 因為自己的工兵送禮太多 但是這邊 是有點招牆工程器 跟建築儀的科技的關係 所以這邊BK 瞬間變成右的一個BK了 這邊全部都可以招掉 那看一下這邊 TC的部分 MBL 再慢慢補自己的TC 要把這個經濟拉起來 但是又這裡 早就開出了第四個TC了 哇 總共是TC開農 村民樹可能越拉越大喔 已經差距大約20吋了 20吋的差距 也是布隆小墊的 這邊直接第一吋 兩邊都有在操作耶 我以為他們看到 這邊會直接硬頭掉 森林呢 有點困難 這邊有工兵的cover 大量的赤豪直接突襲 那要直接收掉嗎 兩邊 沒有 喬到喬到 好我們這邊加速一下 看起來兩邊沒有要開戰 兩邊都在稍微農經濟了 結果這邊又 MBL是要強攻了耶 他出衝車耶 出衝車就是沒有要打帝王時代的意思 結果對方 又這邊點出了這個 賀奈亞能力手 他打這個肉麻傷害非常非常高 大肉麻直接來打這邊的村民 讓這個大學蓋不起來 這個大學蓋不起來 沒有彈道學會很難受 好 頭車過來想來反制一下 又有的工兵 但是這邊非常多的伺候 想來硬砍這邊的森女 但是沒有直接硬上 要到的時候直接後撤了 這邊衝車也後退了 並沒有要直接硬過 直接砸下去 但是沒有達到很中心點的位置 結果被招翔到啦 這個頭車直接反擊 自家隊友啊 哇 雖然大量的熱奈亞奴兵 已經應徵倒地 是喔 回來救一下 還在拖到一把 哇 這個僧侶 呵 這個僧侶直接倒 OK 那熱奈亞奴手打這個奇兵 傷害非常非常高 這個大學蓋好 終於可以停下這個彈道學了 彈道學之後這個熱奈亞奴手 打奇兵的效果就更好一點了 好 那這邊森女出來 欸 這裡在發呆 兩堆明明知道在幹嘛 好 那邊繼續再想要強攻 結果這裡有TC的關係 肉碼沒辦法撞到太多的便宜 二級農庭也點下了 好 防禦也點了 那 決定要來攻擊右邊的TC 三個衝車直接硬上 直接硬上 但是這邊 聰明直接出來硬砍 這邊的衝車 衝車大部分是殘血的一個狀況 衝車出來 打門砸丟嗎 哇 上完帝王的失敗之後 這個TC還有600多滴的血量 這邊要收穿好像沒辦法 因為直接收起來的關係 村民是沒辦法進去TC裡的 大量村民直接硬修 好 那個村民宿 差距約15吋左右 兩邊都打得非常的 激烈啊 從封建時代 直接一路的打到帝王啊 也太累了吧 好 又來 看一下TC數量 目前是4TC打4TC喔 NBL也補下4TC 那村民宿可以稍微的 超音感美了嗎 天地上可以順利拉得起來了嗎 但目前村民宿還是有點差距喔 差十幾吋還是蠻多的 這邊戰馬直接往前硬點 強迫這邊 熱納 弩索只能後撤 欸 結果左邊這邊繞了幾吋 這邊蓋房子 是要來找野精的意思喔 好 那這邊騎兵過來 直接被這個東兵直接收掉 東兵看起來是要出去做點事情 好 我們這邊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好 那這邊洛馬直接出來 砍這邊挖石頭村民 但是這邊有看到 直接收村 那這個洛馬可能要全速送光了 好 那這邊巨盾已經點下了 巨盾點完之後 防禦這邊0加3 那三級防禦點下去 這邊0加5的一個防禦力 那這邊品種已經點完了 看來義大利是要打個騎兵加寶兵的一個打法 攻擊開局 不打步兵 步兵的話也可以打這個傭兵 不知道要找個機會來打 但我覺得打步兵沒有什麼太大的優勢喔 畢竟對方是寶加利亞 點這個血液的話 自己加步兵可能會出事 唉唷 這個投車很危險 我再提一下 沒踢到 喔 踢到一半而已 一半的這個戰毛兵直接殘血 好 我們再稍微加速一下 看來兩邊又沒有要打 這邊均一頭死機直接硬拆 但是這裡有一頭工兵直接過來 唉 抓到這邊的伐木工了嗎 唉 沒看到 直接探最裡面的墓區 但是什麼都沒有 好 這邊 好 這邊 先騎兵直接上來硬砍 正面大量部隊直接 開始往前推 巨女投資機也過來了 寶加利亞騎兵會出場嗎 這邊再升二攻 有可能有機會 但寶加利亞騎兵 遇到熱娜亞奴手比較難打 喔 終於等一下要跑速了 有跑速之後可能就比較好打一點 但這邊兼攻好像有點困難 終於要到帝王斯大開五秒鐘 很困難 左邊這邊繞了一些大洛馬過來 但是這邊有這個堡壘喔 這邊左邊也繞了幾隻熱娜亞奴手 加一個火炮 在左邊做一個防守 想來繼續來阻止對方挖野精 但正面也被群頭死機直接強拆了 四處著火 然後下面這邊奴兵 終於發現這裡有伐木工了 趕快跑 哇 那是三面開戰 但是大量的洛馬過來 想要來硬拆火炮 但是這個熱娜亞奴手 然後打騎兵的傷害非常非常高 瞬間就收掉所有的騎兵 那這邊有一些熱娜亞奴手直接勝掉了 那剩下這個銀淚喔 銀淚也剩下1000多滴的血量 哇 這個城堡建好之後 這塊已經挖不到了 哎呀 很慘 那這邊又點下這個熱娜亞奴手 看起來是要點下精銳 打一個強攻兵的打法 攻兵加騎兵喔 那這個黃金需求量就非常非常大 那怎麼奪取野精 就變成右的這個問題了 那右的一個想法就是 先把大量的兵往左邊派 中間的話用城堡防守 加一些弩兵 那趕快把左邊搶下來 我才有機會把這個野精搶到 才可以再去做這個騎兵的一個發揮 不然這個血印只能出漏馬 那你出大漏馬加這個熱娜亞奴手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火砲繼續再出 火砲的話可以克制峻頭時機 也可以克制這個神爆 哎呀 溫瑪直接這邊硬打是什麼意思 還是要撤退嗎 我想奇怪怎麼幫你打起來 好 那這邊 銀淚看到爆開的關係 所以村民直接噴了出來 沒有事都可以修了 直接撤退 但是這邊有更多大漏馬直接過來騷擾 來這邊騎兵過來支援一下 但是這邊城堡也掉了 巨型頭時機沒有城堡的防守 這邊漏馬過來的話 很可以輕輕鬆解掉對方的巨型頭時機 大量漏馬過來殺了一些村民之後 自己的騎兵過來救 看起來是能救得掉 但是問題也不是這個 問題是中間這一堆 這一堆巨型頭時機不能倒啊 哇 頭子車過來想要硬砸 哎呦 還沒砸掉 火炮再繼續拆 修得回來嗎 兵好像不夠 而且沒有城堡防守的關係 肉馬直接過來硬探 大量的熱奈亞弩兵 繼續前壓 但是左邊的地方還是在被火炮打 正面大量的熱奈亞弩兵 要繼續進攻呢 還是要後撤一下 因為對方的戰毛兵有點多 但是MBL這邊經濟要越慘 更多的弱馬直接上來硬點 巨型頭時機 巨型頭時機還是走不住了 大量的熱奈亞弩兵手直接上來硬打 但是有更多的弱馬會打這個戰毛 戰毛的話 應該是要全倒了 但是MBL打出了GG 原來沒有經濟了 然後左邊這一塊地區也快要被解掉了 大量的熱奈亞弩兵手一直在這邊 導致這邊弱馬過來都是送光的情況 大量的弱馬自己都在這裡 哇 這邊 右的義大利戰術打得不錯 這個大弱馬出場實際也蠻讚的 所以導致這邊MBL攻勢沒辦法抵擋得住 有點可惜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方面吧 經濟方面 看起來右是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右這邊是有點這個手推車的 但是MBL好像是沒有點到對不對 真的看起來是沒有點 他只有點這個輪走 在前面有點 但是後面就完全忘記手推車了 那就我們看到一堆高端比賽 輸的那邊都沒有點手推車 突然覺得 手推車跟輪走技術 這兩個科技真是蠻關鍵的 有沒有點蠻重要的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遺跡 遺跡的產量也讓他獲得一個不錯的黃金支持 黃金量拿到了非常非常大量 那MBL這邊黃金非常非常少 只有5000多黃金 大部分都出這個大弱馬跟戰馬在防守 有可能這個關係導致他的保加利亞奇兵出不來 即使出來了也會被這個熱納爾弩手 射成一些 渣渣都有可能的 所以這邊保加利亞要逆轉 似乎有點不太可行的感覺 真的要逆轉的話 感覺也打這個 步兵 是不是有點擊潰 可是對方熱納爾弩手打步兵也很強 我以為太確定了 可能要加戰矛或是工程器打會更好一點 戰矛搓搓 之類的 加投車 不管怎麼說 這場的話 確實是又防守也防得不錯 進攻轉資源 一些經濟細節都有顧到的關係 所以才贏下這場勝利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